已经采了这315人都有采 那阴性的269 那这283人除了在国外的13人以外 那其他都已经采检完毕 那阴性的有262位 高风险国家入境机组员筛检第一轮过关 而案16119和案16120机师的基因定序 则要等周一出炉 但机师身陷突破性感染风暴 外界把矛头指向指挥中心取消机组员定期抗体监测 才会导致破口 张上传出动澄清 在我们的几千位的机师机组员里面 其实只看到了7位同仁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 随着时间这个抗体力价会慢慢的下降 那这时候反而是加上针对新的变种病毒株 是不是要有最佳第三剂的施打 达满两剂烟不到抗体 专家讨论后认为追踪7组员抗体意义不大 或许能考虑追加第三剂 但还得等专家讨论 长河岸风波未平 黄山山又爆出有境外反国者隔离其满 回家后才被通知是Delta 难道中央关键时刻还慢半拍 没有相关的规范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先把第一圈框了 但后来觉得第二圈也是很危险 所以因为是Delta 所以我们先把第二圈也框 我们是因为它境外一路被改判之后呢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检体没有立刻被调去做这个Delta 后来我们有在捕捉这个 所以在8月14号的时候有通知 那其实它已经是阴性解割返家 后续在裁剪也都符合这个解割的条件 除了案15425 另外境外一路案15508 则是在7月15号入境后裁剪阳性 但因为病毒量少 难培养病毒做定序 直到8月10号才确认是Delta 但罗一军强调 不论是否Delta 只要境外都先比照Delta的隔离方式 避免之后有类似问题会再度产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